在如今电影行业日趋商业化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影片得以过审班上荧幕 不得不说 数量增加之后带来的 无疑就有了质量的问题 我们说量变引起质变 那么在你心中 国产十大烂片的排行榜 有哪些上榜了呢 一 合约男女这部由郑秀文主演的电影 在女主的人气带动下给了观众很高的期待 最终观影下来都半平分 却仅仅有4.4分 剧情无聊 人设荒唐 总体说下来就是两个字 尴尬 二 大闹天主 17年上映的大闹天主 由作为电影大咖出演 如王宝强 王博 柳妍等等 但诸多大咖的助阵 并没有让这部剧的质量得到保证 尴尬的邪剧 无聊的包袱 让观众在一百分钟内毫无喜剧体验 豆瓣不足4分的影评 也算是给了导演保强一次成长的警钟 三 三声三是十里桃花三声的影板 虽说是顶着巨大的剧板压力 可也是让喜欢这部剧的观众们相当期待的 而观影过程下来 由一飞并无较大的演技提升 以及洋洋一贯的霸道总裁风叶华 让这部尽管特效良心 尽管背景华丽 却也平淡无奇 四 玛格丽特的春天这部有小王爷王自建主演的电影 豆瓣评分低至3.0 整部剧包袱 甩得莫名其妙不说 更也用了极烂 上映之后观影体验一致差评 可以说 戏里戏乱都是非常尴尬的 五 会痛的17岁这部商业画 明显的青春题材片子 打着青春疼痛风格的幌子招来了观众 观众们怀揣着回忆 当初的美好心情坐下 却都摇摇头 从电影中毫无诚意的五毛特效中出了戏 可以说 也是败了女主不少路人员了吧 六 欢乐喜剧人由综艺推出的电影 特别是由如此对喜剧高要求的 综艺推出的喜剧电影 让人们对这部剧的期待值大大提升 而从观影效果来看 整部剧的笑点都让人难以捉摸 可谓是有为喜剧电影的处中了 七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这部由徐静磊导演的文艺片 从片名上就给人春风拂面的文艺感 但尴尬的是 这部玛丽苏画风的影片并不讨喜 整部剧给人大写加粗的尴尬与绞柔造作 让人给不出高分的理由 八 怦然心动这部有李一丰 杨幂主演的电影 在当时可以说狠狠地火了一把 不少粉丝叫嚣着爱豆颜值 真是逆天般的在线 可是拍电影若是演技不在线 颜值再高 不也尴尬吗 九 小时代 这是不得不提到的小时代戏力 整几部电影都可以衬作为姐妹花撕逼戏力 同时也一贯秉承了郭静明 不说品牌就难受的画风 奢侈高贵 华而不实 拍摄手法也一直令人着迷 总而言之 这样的电影商业价值的确高 但却不能令人深思 十 王朝的女人这部古代 版的玛丽梭剧情电影 仿佛是范冰冰凉身为自己打造的 整部剧的色调与剧情 都与剧版五月娘传奇有得一拼 难以指使 以上盘点仅仅是现在电影行业的冰山一角 作为热爱电影的观众来说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得更多了